新加坡敦促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放过其他国家,昨天16日,彭博社以此为标题,报道了新加坡外长维文,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讲。彭博社报道截图。单看标题,仿佛已经能够感受到新加坡对美国的苦口婆心及真线呼吁了。事实上,新加坡并不是最近唯一对美国发出此类呼吁的国家。 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近来接连番发声,无论是明确喊话,还是维吻暗示,无疑都在向盟友美国传达同一个态度,接受中国崛起吧。新加坡外长赴美喊话,请证实中国。新加坡既希望看到美国的持续性存在,也希望中国能够在自身发展,并成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5月15日,新加坡外长维文在演讲中说出这样一番话。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当时,维文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举办的一场活动。 新加坡外长维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从CSIS公布的演讲现场视频来看,维文就新加坡与美国如何合作,应对多极世界演变中的各种挑战发表演讲,其中屡次提及中国。 一国外长在美国知名智库进行演讲,自然被外界看作像美方喊话的一种方式。 彭博社在第一时间对此次演讲进行了报道,并称维文认为,美国将中国视为必须恶势的对手施行不通的,超级大国之间,应存在建设性竞争。 说出这番对美国来说,恐怕有些刺耳的话之后,维文还颇具警告意味地表示,过去的七十年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创造了一系列成果。 如果世界分裂成一个个敌对集团,将会危及这些成果。 而对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发挥的作用,维文也坦诚不公地表示,中国完全有理由期待有权修改全球规则。 因为几十年前这些规则刚制定时,中国还没有发言权。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则在17日报道中指出,维文警告美国,不要对中国产生焦虑。 对我们这些站在中间的国家,特别是较小的国家来说,我们不希望被迫做出令人反感的选择。 维文称。 在社交媒体上,显然也有不少网友在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与维文的观点不谋而合。 西方盟友接连表态,欢迎中国崛起。 如果说,作为亚洲国家的新加坡公开喊话,美国接受中国崛起无可厚非。 那么,近来一些西方盟友的轮番表态,则可能让美国感到扎心,中国的增长是我们应该欢迎的。 5月14日,就在新加坡外长发生的前一天,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如是说。 杰里米亨特,路透社。 根据路透社14日的报道,亨特说出这番话的场合,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主罢的一个会议上。 当时,他正在就华为与英国5G网络建设等问题,向美国作出说明。 亨特在会议上先是解释英国政府正在评估能在什么程度上使用华为,并重申此前多次对美国的保证,永远不会在华为与5G网络的问题上,做出会威胁英美情报共享的决定。 紧接着,话锋一转,亨特道出了英国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中国的增长是我们应该欢迎的。 我们需要避免同中国发生不必要的冷战。 不难看出,亨特对中国未来颇具信心,他预测,中国将在今后25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同这个世界新兴大国共存的一种途径,因为无论你愿不愿意,他们都降在那里。 亨特坦言,同样公开表态欢迎中国崛起的,还有澳大利亚。 如果我是总理,我欢迎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 说这话的是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比尔肖腾。 比尔肖腾。 尽管此番表态主要内向华裔,但肖腾的话,还是很快传到了美国。 美国纽约时报在15日的报道中称,作为下届总理的热门人选,肖腾无疑表明了,他在对华关系上的立场,以及中国在他考量中的位置。 文章进一步指出,不管谁赢得大选,澳大利亚都将面临一个深刻的问题,及他如何在与中国合作的经济必要性与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 对于这一问题,在11日的报道中,纽约时报也说道,澳大利亚普遍认为,中澳经济关系太重要了,不能搞砸。 专家,美国正给多国带来不安全感。 新加坡外长的呼吁,英国外交大臣的喊话,澳大利亚工党领袖的发言,一时间,美国似乎已经被接受中国崛起的声音包围了。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 实际上,中美之间如果陷入僵局,或者出现对抗,对整个世界经济,尤其是依赖外部市场的中小型经济体来说,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资料图片,2018年5月18日,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半裂,昆明侵州港,从云南昆明桃花村站始发。 新华社,对于新加坡外长的呼吁,崔洪建指出,这在较小的国家中颇具代表性。 他指出,美国现在一味地试图通过政治和安全手段,削弱中国经济方面的影响力,让一些国家在经济和安全或经济和政治之间做选择。 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这不符合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 就在不久前,意大利农业、食品、林业政策,和旅游部部长前迪纳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意大利而言,强化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南华早报则在15日报道称,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尼凯莱·杰拉奇,同样敦促欧盟调整对华贸易政策,让成员国可以更便捷地与中国做生意。 米凯莱·杰拉奇,香港南华早报,我们希望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因为只有这样,欧洲公民才会清楚地看到,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潜力。 杰拉奇称,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兑现其加征全球汽车关税的威胁,那么意大利将受到不公正的惩罚。 对此,崔洪建称,中国有个词叫杀熟,一定程度上,美国的一系列政策,让一些国家对所谓的盟友关系,感到不再可靠。 崔洪建表示,与此同时,中国则在不断强调,要继续坚持多边主义,继续和国际规则深度对接。 这些积极表态,恰恰和美国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